中国每年一次的人大会议 星期日在北京召开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说 在去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6.7% 是超过20年来最低 李克强在会上又说 在所谓的疫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之下 中国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 李克强在他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确认了2016年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 由6.7% 是26年以来最低 李克强说 中国2016年的经济发展 经历了诸多国内外的矛盾 李克强宣布 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目标 在6.5%上下 他同时在会上警告 2017年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 今年中国的GDP增长目标略低于分析人士的预期 显示出中国政府部门将会将管控一系列的经济风险放在优先位置 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增长 李克强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也强硬指出 港独是没有出路的 有观察人士注意到 这个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 20年以来 中国总理首次在工作报告当中提到所谓的港独问题 都会议出中国人士的预期